要吃嘞,要吃嘞,新疆的要吃,拉的不拉的 听这口音,您就知道,今天咱要做一道新疆菜 这道菜叫新疆大牌鸡 它起源于中国九十年代初 一个新疆的农民发明的这道菜 在很多新疆的饭馆,可以说大牌鸡是必不可少的一道招牌菜 那今天咱来就做拉条子版本的新疆大牌鸡 咱做这个大牌鸡的时候,咱要炒这个糖色 为什么要炒糖色呢,使得这个鸡块好看 今天咱选用的这鸡块是鸡翅根还有鸡腿肉 因为你要是一家三口的话,做一整只鸡 那您的这卡路里就超标了 所以咱的理念是又好吃,还要健康 所以咱们今天就选用了这个 首先咱这个香料选用的都是八角,蒜,姜,还有咱的孜然粒 这记住了,咱一定要用孜然粒 它的这个香气吃到口里头 它能够完整的保留你这个孜然的香气 所以这道菜一定离不开孜然 炒色完了之后,咱再给它放一点酱油 让它更加的均匀,把这颜色整个都挂在你的这个每一个鸡的身上 然后再点这么两勺的这个料酒 起到这个什么呢,去这个鸡的这个腥气的这个作用 然后让它这个翻炒均匀了 因为呢,咱今天选用的这个鸡翅根 它有这个上下两头,它有脆骨 所以呢,咱为了把这个脆骨让它好嚼 所以呢,咱最后给它倒入到高压锅当中 焖这么15分钟,让它把这脆骨让它更加的容易入口 咱在这15分钟的时候,咱把土豆给它编 编一下,让它编成那种金黄色是最好 你看啊,这15分钟以后,这个整个这个鸡腿都已经离骨了 所以咱再把土豆给它放下去 让它充分的接受汤汁的浸润 这时候咱拿这个高筋面粉 和成的这一个面团 和的时候,您记住了,放点油 放完油之后,它这个面特别的筋的爽滑 给它改成这个薄片 这个根据您的这个口味可以擀的粗一点 或者擀的细一点 按您的自己的习惯来做 您放心,这个和面的时候 稍微加一点盐之后 这个面条跟外头的面条的口感绝对是不一样 然后再拿刀给它切开了 切完了之后呢,咱把它再拿热水给它煮一下 煮完了之后,咱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步骤 拿凉水给它扒上 这样的话,您就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候咱再放里头就行 这时候都快出锅了之后 咱把这个汁给它倒到这一个炒锅当中去 剩下的这个汁呢,咱就用来煮面条 让这个大盘鸡的这个原汁的这个汤汁浸润到你的面条当中 看到吗,这两道 最后给它放在一个盘子,一桩盘 咱这道正宗的新疆大盘鸡,咱就做好了 好,谢谢大家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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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大家的观看